1429年,中山王最终统一了琉球群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琉球国。 此后,琉球的国王必须经过明朝政府的册封,才可以正式登基称帝。 直到两百年之后,这种格局才被日本国打破。 1609年,日本大名的萨摩藩派遣自己手下的军队入侵琉球国,不断蚕食琉球国的领土。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末期,萨摩藩的战斗力正处在巅峰时期。 加之,其占据了地理优势,是幕府都不敢小觑的地方大名势力。 甚至直到今天,日本的很多古装电视剧,还有幕府为了笼络萨摩藩和其通婚的情节。 面对如此强大的军事入侵,毫无还手之力的琉球只能乖乖认输,被迫同时向两个王朝称臣。 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琉球国,竟然没有向清政府严明自己的处境,而由于相隔大海,清朝政府也并没有察觉到琉球群岛的异常。 1871年,琉球人驾驶的海船遭遇了飓风,被裹挟到台湾岛。 66名船员在海水中逃生,登上了台湾岛,而他们更没有想到,之后自己竟然将会遭遇更大的灾难。 当地的原住民将他们全部扣留在部落中不准离去,由于他们逃跑没有成功,于是当地的原住民对其大开杀戒,流求人无一奢还。 日本政府在得知此事之后,乘机试探亲政府的反应,以替自己蜀国报仇的民意,派遣军队进攻台湾,剿灭当地的原住民。 而愚昧无知的亲政府对此事依然义无所知,最终他们还是在英国公使的口中得知了此事。 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亲政府致情后,默许了日本军队在台湾的恶行,并且还与日本签订了条约赔款。 而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也表明了亲政府已经承认了流求国两属的性质,从此埋下了流求争议的祸根。 那时的日本才刚刚开始明智维新,尚未有实力和亲政府公开挑战,历史学界的许多学者都将这次事件称为近代史日本国侵略中国的开端。 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便开始明目张胆地派军进入流求,并且命令流求不准再向亲政府进攻。 尊奉日本明智年号,流求王室不甘堕落,曾弃邪请求蜻蜓援助,并努力争取国籍奥援。 在1878年递交给各国公使的投诉信中称, 窃流求小国自明洪武五年入共中国,永乐二年,我前往五名,受册封为中山王,相成至今, 项列外藩,遵用中国年号,立朔,文字,为国内政令,许小国辞职,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 现今世出危急,唯有仰仗大国劝于日本,使流求国一切照旧,流求的呼吁获得了国际上的积极反响, 但是遗憾的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未做出任何有力的回应。 1879年,日本军队彻底将流求的藩王镇压了下去,将他们的王室都强行带到日本东京, 以便自己独立统治流求,最后将流求改名为冲绳。 我们现在看来,荒庸的清政府对自己的附属国不闻不问, 更是容忍他国插手自己本土的事务,这一切看似偶然, 其实都是早就注定好的,本应该对日本国秀轻肉的时候, 清政府却一再退缩忍上,等到人家完成了改革, 实力大增的时候却打不过了,归根结底, 还是封建社会的愚昧和自大使得这件事情发生成为必然。